大家好,刚看到有一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上面标题就是张维为教授参加全国区域国别学共同体启动仪式 什么叫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体 这个4月29号下午,也就是前两天 复旦大学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应邀通过视频 参加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的全球区域国别学共同体 简称CCAS启动仪式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杨丹致欢迎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BOKOVA 北京大学博雅讲习教授 前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长张树华 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 前巴黎十大副校长高唱等先后致辞或发言 张维为马上登场 张维为教授在致辞中谈了自己的三点思考 一是不少学者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 这有其道理 但也许更要提倡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区域国别学 以国际视角原创研究一流产品为目标 二是研究者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 你意思就是你不能被西方带偏了 能够进入西方话语 也要跳出西方话语 这就是要有走自己独立自主的道路 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三是研究过程中注意采用中国方法和中国作为方法 这是两个项目 一个是中国方法 一个是中国作为方法 他后面已经解释 中国方法包括实事求是 调查研究 知行合一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等 走出去 中国作为方法 这是第二个刚才说的 意味着以中国人的视野 从中国经验和标准出发 对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发生的事情 做出独立的研判 OK 这篇文章结束 说是我的看法 张维为教授是在之前的 传言当中 所谓的传言当中 现在人家站出来了 公开露面了 就是说 大哥我没事 这都是谣言 但是呢 我也要挽回一些公信力 是不是 之前你们微博 你们太过分了 一直在弄我 现在我站出来了 我现在还是 我是 第二 他说的这两个方法 其实 第一个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第二个呢 就是要中文的话语权 其实这点 我想借鉴 他应该借鉴一下 他的同事 那个 不是 他的朋友 金灿荣 老师 说的就是 你可以放开推特也好 放开油管也好 对吧 你这样的话 其实中国 像这个B站 做的这么好的一些博主 其实真的要就不存在出征了 不存在翻墙了 直接就是 咱讲句实话实说啊 现在油管上的这些所有的 咱知道这些大V 其实有一部分是要感谢这个建墙的 要没有这个建这个墙啊 他们不会有这么多粉丝 如果真的很自信的话 咱们应该把这个墙去掉 直接可以上油管 直接国内的咱们这些B站上 制作精良的这些博主 向全世界用中文来讲解好中国故事 中国的这个所有的一切一切 其实我觉得这个金灿荣老师 之前说的其实特别对 包括推特 这点 会不会这么做 咱们拭目以待 还有一点 就是 我觉得更要大力发展孔子学院啊 孔子学院在游戏孔子课堂 进入到西方的这个小学初中 高中 从小学习汉语 因为这个汉语 你要是成人学啊 比较困难 咱说你实际求是的时候 比较困难 你就应该从小学 而且现在也有很多 我看过这个孔子学院在罗马那边 罗马大学孔子学院 他们都提供这个建议 就是从小不断的攻破这个孔子课堂 进入纳入到这个第二外语 除了英语之外的第二外语 让他们 西方的孩子从小接触众位